最近几天睡觉睡得贼安心,我输怕了,先溜了,二十万,我认了,一分,我也不捞了,捞回来十万,对我这种没有把握,贪心的人来说,早晚都会送回去,我自己太清楚我自己了,所以,祝各位老哥戒赌,浪子回头金不换。 本人二十二岁,再读大三,一个普通的二本,农村家庭,从小一直生病,生了好几次大病,家里条件不怎么好,但是父母从来没有亏待过我,在父母的辛苦付出下,这几年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,可是所有美好的一切都被我毁掉了,好像亲手拿刀捅了父母的心。 第一次碰上赌市2015年1月7号,大意寒假,以前从未在网上赌过钱,那个冬天,澳大利亚亚洲杯如火如荼地进行,国足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三连胜,在那时候,我是从来不看足球比赛的,觉得进球太少,没意思,只看篮球比赛,钟爱篮球新闻。 言归正传,当时在看新闻,网页上跳出来一个某爱彩的推送,然后好奇地点开,发现是一个体育彩票网站,当时网络受彩,还未禁止,好奇加上充十块送两块的优惠,就充值了十块钱,没错就是十块钱,开始了罪恶的生活。 转眼大一下学期开学了,以前连让分,大小分什么都不懂得我,短短一个寒假,就把蓝彩的规则弄了个透。 当时,买完两块四块的彩票,看比赛的时候,就变得特别紧张了。 那年3月1号,暂停了网络受彩,但是赌一旦生了歌,再想出歌,真的是难上加难。 后来就了解到了外围赌球,玩法更多,赔率更高。 当时充五十块钱都心疼不已,因为那个网站最少只能充五十,每天五毛买个八串一,两块买个四串一,基本没中过。 就这样,大一结束了。 也就是那年暑假,2015年9月,我光荣入伍,加入了沈空某部,成为了一名空军战士。 在部队的日子,偶尔也会赌球,甚至在那个小单位里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找我买过球,但是基本也就十块二十的,当时今天比较低。 注意力也没在那上面,所以输赢也就几十块钱上下,暂且不提了。 事情发生转变在我退伍以后的日子。 本来家人是极力主张我留在部队的,但是我自己各种理由,还是坚持回到学校。 继续读大二,可能是大学生活太闲,自己自空力太差的缘故。 压比赛的驻码开始变大,几十,一百的下,输赢一年也就几百块钱。 事情的高潮在去年世界杯的时候开始酝酿。 世界杯快开始了,各位毒狗都开始摩拳擦掌,准备蛋要大搞一把,我一个小毒狗也准备了一千块钱。 没过多久就输了,然后又准备了三千五百,在半决赛的时候全输了,自己一狠心,然后就戒掉了。 自己也深知这么赌下去,会完蛋的。 但是这个时候,生活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,赌球仿佛成为了我日常,学习成了娱乐。 到了暑假,天天玩玩游戏,但是18年8月14号,借赌45天的时候,在家里看中超,这个时候,心里又痒痒了, 然后又打开了那个网站,但是突然跳出来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网站,页面很新,很花,很亮丽。 但是我害怕是黑网,就没注册,疯狂登陆某方,一直没有登陆上,还是这个某娱乐城。 然后比赛要开始了,只好在这上面注册了,发现这里也能赌球,但是更多的是什么电子,棋牌,真人等游戏。 当时我有一个坚持了四年的原则,无论什么时候,都只赌球,不玩别的,比赛最起码我能看到,假不假的,还在我们目光之内。 但是没过多久,自己还是逾越了那个底线,看了一圈,点开了棋牌,挨个试玩,最后觉得牛牛好玩,开牌又快又好玩。 于是,自己仿佛放弃了自己的正业,赌球,玩这个更刺激,更紧张。 那句输都是赢前起,一点没错。 刚开始用了五十块钱,没过多久,就赢了七百多,感觉这个太好了,仿佛发现了新大路。 九月一过,开学了,自己边上学,偶尔玩个牛牛,每次要输多的时候,运气突然就好了,每次都能以赢钱结尾。 第一次惨得来得很快,去年十月三号凌晨,因为去参加一个战友的婚礼。 在酒店里,喝了点酒,偏偏睡不着,然后拿出手机,开始玩了起来,然后一下子输了七千多,感觉世界都黑了。 那天一夜没睡,起来打了自己好几巴掌,如果当时和父母坦白,该有多好啊? 但是自己认为几千块钱,能还得起,挺挺就过去了。 开学回去,还是没戒掉,该怎么玩,还是怎么玩,十月二十二日那天输了一万八,完了这一下子欠了三万,慌了,果断背着书包,回家坦白了。 家人也没说什么,就说不让我再赌了,给我还了,但是自己又留了五千多尾巴。 回来以后,输输赢赢,赌球加牛牛。 到了十一月九号夜里,还完所有欠款,还剩下七千多。 那天因为玩吃鸡,两把成盒,心态崩了,又加上,用三十块钱押的球赛输了,然后就去牛牛里面找安慰了。 那晚把七千书没,又欠了一万一。 因为背着负债,在十一月十四号下午,又没了一万三。 第二次和父母坦白了,父母又原谅了我,但是没有给我还钱,准备到寒假给我还。 然后还是抱有幻想,在十二月五号的那天之前,我两万四的外债,在我的二十天补贴之旅中,已经还上了一万三千五。 但是那天又因为赌球输了五十八块钱,就去牛牛里捞这五十八,最后一天,疯狂地输了五万。 更疯狂的是,自己在当天晚上,父母给我转了四万,还完外债以后,又重新搞出来。 几分钟没了两万,可怜天下父母心,父母又一次原谅了我。 在一月九号那天,又忍不住,然后没了一万八,这时候,债务又累到了三万八。 寒假终于来了,父母给我还清了外债,我他妈又留了四千尾巴。 在二月二号,当天晚上赌球压曼城比赛输了五百,为了捞这五百,一口气又没了三万。 然后父母最后一次原谅了我,给了我三万五,还清了所有。 自己老实了没几天,又开始玩了,到三月二十七号,又赢了七千多。 但是赌球输了六十四块钱,为了捞这六十四,又输了两万。 父母再也不给我还钱了,自己咬咬牙,借了几天,又开始了补天之旅。 直到四月十九号,几眼的我完全忘记了,忘记了辛苦的父母,忘记了爱我的女朋友,又把八千输光,还欠下了四万外债,前前后后总共输了小二十万。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,简直就是天塌了一样,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经历。 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了几句话。 第一,坦白就坦白,一定要断绝所有资金联系,不能留尾巴,信用卡,身份证,支付宝这些要让别人管着。 赌狗的自控力,不敢恭问,不然就不是赌狗了。 第二,借就得全部借干净,不能有任何幻想,不能不甘心,输了咱人了。 第三,最重要的一句话,走在错误的道路上,任何时候停下都不晚。 这些道理我懂,老哥们也都懂。 现在我一点点敲下这些字,不是说我要怎么的怎么的, 赌狗都知道自己,嘴巴里没有一句真话。 我想给自己的父母道个歉,从小都是邻居口中的好孩子, 到如今,但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好日子不去过,偏偏要去走绝路,真的是旧游自取, 赌狗真的不得好死,毁了自己,毁了全家。 后悔没有用,还是得向前看,赌狗又不敢死, 只能硬挺着,祸害家人。 现在父母都不管我了,全靠我自己了,无论怎么样,都是自己做的。 下面微信记录里的话,孰轻孰众,心中自有滋味。 或许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策吧,老哥们肯定不信, 其实我也不信我自己,但是总是要尝试的。 男子憨大丈夫,我给我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, 借赌,借牛牛,刻不容缓。 尽人是听天命,以后怎么选择,都是自己的事。 愿自己和各位水下的老哥,早日摆脱毒海,回头不晚。 后续,写着稿子后,和我舅舅一起去银行里, 销掉了信用卡,两年内办不了了。 拿了76岁爷爷奶奶,传的退休金一万块钱, 去给我还赌债,还掉了一部分债务。 没有路过小贷,现在还欠我兄弟一万, 借备八千五百,就剩这么多了。 舅舅和我一起从银行出来,对我说, 如果我再去赌一次,我父母必死无疑, 他也没我这个外甥。 真的痛啊,老哥们,悔不当初啊, 一想想自己搞没那么多,就后悔得直撞墙。 去年暑假还想毕业,买辆新款雅阁呢, 这下好了,二八大杠都买不起了。 现在,我就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, 空无一物,智能手机也上交了, 银行卡注销了,身份证上交了, 手机换成了老人机,从头开始吧, 终于可以在遇到开心事的时候可以笑出来了, 赌博的时候,如同一个试了魂的野鬼, 满脑子都是赌,翻本,终于过去了。 最近几天睡觉睡得贼安心, 我输怕了,先溜了, 二十万,我认了, 一分,我也不捞了, 捞回来十万, 对我这种没有把握贪心的人来说, 早晚都会送回去, 我自己太清楚我自己了。 所以,祝各位老哥戒赌, 浪子回头经不换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 点赞订阅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